继承这个东西吧 很简单 说继承就继承 是吧 即使他接着这个牌子 继续往后干 但你说能干成什么样 这谁也说不准 因为就现在而言 德云社有的这22年 这三个字 等同于我父亲的名讳 郭德纲这三个字 同意 2020年和2021年 是郭麒麟罢评的一年 电视剧上从去年的热播剧 七余年到今年上半年的 热播剧追续 郭麒麟都取得了好成绩 国内知名的综艺 他几乎参加了个遍 不得不说 郭麒麟最近的事业 可谓是红红火火 已经有很多人都忘记了 郭麒麟以前是个相声演员的身份了 郭麒麟的父亲是郭德纲先生 可谓是中国相声界的半壁江山 此前呢 其实各种新闻报道 对于郭麒麟的评价 都是郭德纲的儿子 因为郭德纲对于中国相声事业的贡献 实在是太过突出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 郭麒麟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 其父亲的因病 但是现实却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脸 在疫情期间 郭麒麟一个人养活了所有德云社成员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真的 因为郭麒麟在疫情期间 就接下了十数档综艺 就如今可以这样说 郭麒麟除了不用说相声 其余什么事情都干 并且干的都是有声有色 风生水起 其实郭德纲对郭麒麟的教养非常严厉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大骂儿子 蠢子无知 糊涂至极 这样的话 郭德纲真是严妇的典范 这件事呢 是发生在2012年 当时是月云鹏的专场演出 请郭麒麟去助演 结果由于气氛交温而翻车了 再说的准确一些呢 就是没有选对段子 导致现场气氛冷淡 这种情况对于相声演员来说 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一种 观众们对此颇有微词 后来在网上也有一些网友就此吐槽起来 演出结束后呢 郭麒麟立马发微博致歉 郭麒麟致歉发出半个小时后 郭德纲就直接转发了儿子的微博 并毫不留颜面的在微博上责骂到 唇子无知糊涂至极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这当时啊就上了热搜 这件事情郭麒麟作为了警醒 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今后的各种段子 要认真 举一个例子 因为他小的时候 家里好多徒弟们都来在我们家住 就是一定有什么好吃的 都是别人先吃 外人先吃 外人都吃完了 连院里种花的都吃完了 才告诉我儿子 是吧 时至今日 郭麒麟在家里也在问 这个我能吃吗 这叫什么 这叫嫁 而郭麒麟也凭借着 在岩父处学到的教养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 杀出了一条属于字的道路 郭麒麟绝对是富二代中的 一股滚滚零食流 他很少打车 在不得不打车的时候 也会格外注意司机 有没有在时刻打表 甚至可以为了一个零头 跟司机师法唠个半天 吃外面的时候 要凑单省钱 甚至就算自己不喜欢吃鲍鱼 但是当看到第二只 只要0.1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的下单 这样的一个富二代 却是娱乐圈里面 出了名的空门节俭之人 就是这屋里还能亮 还有别的光源 虽然说也不是很亮 但是凑合 能凑合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坏了 就是使不得换 洗澡的那个喷头 整个那一套喷头我也换了 上网搜最便宜的 在一次综艺表演里 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在当时 他们表演一个 请客吃饭的场景 可是不料到买单的时候 郭麒麟发现自己卡里没钱 于是他便想到了逃单 可没有想到 却被张欣宇给调皮的说 要打电话给郭德纲要钱 电话打通了 可是没想到 对话内容够大家笑一年了 因为郭德纲 在听郭麒麟打电话 跟自己要钱的时候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让很多的网友也都质疑 你确定是亲生的儿子吗 起个人课 都这么扣是不是 没 没扣我 我钱 喝着喝酒 我钱行不行 我钱 都别给我抢 现在我跟人拼拼 我毒 我毒 喂 张叔叔啊 张叔叔啊 我是郭德纲 你儿子又喝中毒了 喝 这样也行 他在这里呢 你来解决一下啊 但是不得不说 郭德纲的这种教养方式啊 是非常好的 孩子啊都是需要锻炼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